新年区长春里未处于三区 割除杂草是里内的例行工作 但是长春里从6月份到现在 却因为等不到清洁队来除草 部分的巷弄道路荒草蔓延 里长里传杰气愤又无奈的表示 里民每天的必经道路 现在却快要被杂草所掩盖 就怕哪天草堆里会窜出毒蛇来 而他已经透过各个管道 告知环保局和清洁队 请他们派员前来协助除草 但是最后却得到的是八股的官僚回应 让他对现在的市府团队真的失望透顶 剥开了地上的杂草 露出了水沟盖 要不是里长说 这条是里民们常经过的道路 看见这样荒草慢生 恐怕让人以为 这是毫无人烟的废弃之地 新年区长春里里长李传杰 气愤难耐地说 原本应该两个月除草一次的例行工作 却让他透过各种管道 告知环保局和清洁队等单位不下十次 始终等不到人来除草 反而是得到八股官僚的回应 里民所必经的地方当中 杂草重生时会有蛇 会有老鼠 晚上甚至大家都会害怕 所以在这当中时 已经通知了两个多月当中时 后来我们再打给队长 打给队长当中的时候 或者是打到环保局 环保局的局长是去讲这件事情 但是环保局也不接这些电话 那甚至打到研考会 甚至在再正式的 以里长的身份当中 再给1999 向市长反映这件事情 但是他回复的公文说 你如果杂草太长的当中 请你以正式公文告知 这是什么 这是官僚啊 虽然在9月底 新店清洁队曾派员会刊 却因为部分区块牵扯到私人土地问题 所以便以此为由 为进行除草工作 但是里长李传杰翻出了 新北市割草作业原则 指出道路两旁一公尺 以及紧邻道路坡两公尺需割草 强烈的质疑 清洁队是推托之词 以新北市政府作业的一个原则当中的时候 道路 道路两旁的 道路旁一公尺要割草 巷弄旁也要一公尺要割草 坡坡当中是两公尺 所以我们姑且不论 是不是私人土地 或者这是道路 道路旁的一公尺是不是就该割草 李明也表示已经许多个月没有除草了 杂草丛生除了影响观瞻 更有可能会出现蚊虫毒蛇等等 严重危机民众的安全 已经拖了四个多月了 他都不来割啊 不来割 那因为这也是社区等于是一个出入口嘛 被人会很杂乱 然后晚上会有时进出出入影响居民的安全 经过了解环保局表示 如果属于公有地则会进行割草作业 但私有地就只能爱莫能住 而看着比人还高的草堆 里长李传杰又气又无奈地说 除草这件事情在官员眼中或许看起来是小事 但对民众来说是生活中的大事 官僚体制的拖延让他失望透顶 现在只能靠自己想办法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店采访报道